Hello everyone, 小朋友们大家好 Today is week 47, day 4, it's time to review 又到了复习时间啦 我们这一周认识到了TR 怎么组合在单词的开头 怎么去发音,对不对呀 Trap, ash, trash, trash Trap, trap, app, trap and tractor 这间C这么的音一定要念出来啊 Trap, act, tractor That's great,非常好 然后我们这一周的单词主题是动词 那动词呢就是可以去表示动作的词 小朋友们如果想记得更劳过一些 最好配合上动作去记忆哦 可以直接模仿他的动作,对不对 Fold, old, fold, roll 那这两个单词都有一个共同的音就是 哦,舌尖抵到上下肢后面去啊 roll 可以慢慢地读把这个音念出来 cut, cut, cut 这个词就比较简单了 不过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啊 小朋友们最好不要轻易尝试 p, push, push, push p, pull, p, u, o 又是这个音 这两个词要在一块儿 但是意思不能记忽啦 可以配合上动作 carry k, e, carry 然后呢我们周二跟周三都有一个对话 就是询问别人是否能够帮我 对不对 是否能够帮忙 can you push this rock for me 那我们同意帮忙别人的时候就可以说 sure 当然可以啦 然后还有一个对话 can you fold this blanket for me 好 那我们这周的任务也已经全部都更新完了 小朋友们记得检查一下 有没有全部打卡成功哦 下一周就是s3的最后一周啦 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加油 拜拜